现在在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 今天要去的地方是叫个萨德尔城 这地方曾经在2006年的时候 遭受过汽车炸弹的非常严重的一个袭击 有400多人死亡 也在当地来说是一个一片比较乱的一个区域 很多从来没有到过伊拉克的人 也许都曾听过萨德尔城的名字 他因为经常遭受汽车炸弹的袭击 而出现在国际新闻上 所以探访萨德尔城是一次真正的冒险 我现在就来到了萨德尔城相对中心的一个位置 这里是一个小广场 从这边看去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人特别多 车也很杂乱 就有一种来到印度的那种感觉 特别是街上的这种小的三分车 小的秃秃车在街上到处的乱窜 这里就是2006年的时候 发生过大型的汽车炸弹的一个恐怖袭击 还是有一点紧张的感觉 来了之后才发现 这其实这个人还是特别的可爱 因为这边就是有一种鱼龙混杂的感觉 人口密度很大 什么样的人都有 所以说当年那种恐怖袭击 会把地址选在这个地方 现在看来这里就是 确实已经恢复了一种看似平静的生活 但是次序也是比较的混乱 因为人车非常的密集 萨德尔城26平方千米的土地上 生活着240万人 人口密度非常大 青年人就业困难 他们白天就在街头等待工作机会 看到外国面孔的我 他们都十分好奇 这人简直太热情了 他们就很少看到外国人 就对咱们这个中国人也特别的好奇 我说了我是中国人之后 他们全围过来了 拍了无数张照片 不不不不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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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钱 我在这里买水啊 刚刚那个大叔他说他给钱啊 我觉得这个太客气了 执意要给我们来两瓶汽水 我根本不知道他说什么 但是 他一直在笔画哈笔画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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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想应该就是咱们是兄弟啊 然后请我们喝 请我了两瓶水 两瓶这个可乐 因为我不知道多少钱 我问小哥 小哥他不告诉我啊 他直接收了那个大哥的钱 刚刚付钱的大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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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一直在笔画 就是笔画 我想应该就是 表现是友好的这么一个意思啊 这片区域看上去就像一个大型的一种杂货 杂货市场啊 卖啥的都有 后面这这几家店就是手机店啊 非常熟悉的 像咱们的一些国产手机品牌 在这都有他们的经销店 可见这个伊拉克人啊 还是挺喜欢用这个咱们的国产手机的 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来干嘛的吗 在这个伊拉克的街头啊 能够随处可见这种大的 混凝土胶柱的这种 这种水泥块啊 它就是以前在打仗的时候 只需要很多块这个组合起来 就可以把一个街道给封闭起来 能来设卡拦截的 非常的重啊 别看它这么一块不太大 但是非常的重 但是现在呢 这些水泥块已经失去了 它当初的作用啊 就被随意的扔在街头 现在你来到伊拉克 在巴格达街头啊 很多那个绿化带呀 包括道路两边都能看到它 我现在就在萨德尔城的 这个一条主干道上 这个道路两边啊 全都是各种各样的 小摊跟商店啊 卖那个蔬菜水果的 卖粮油的 生活用品的 全都有 看到就是在这种平常啊 就是人来人往的非常热量 人流量也非常大 这种恐怖分子们 就最爱挑选这样的地方 来投放汽车炸弹 因为人流量比较密集的情况下啊 一旦这个汽车炸弹爆炸 造成的人员伤亡就是很大的 萨德尔城的街道上 人潮汹涌 车水马龙 我从一条小巷里进到居民区 这里却格外安静 我现在就来到了 萨德尔城的一个居民区里面 这就真正是伊拉克的 普通的平民百姓居住的地方啊 这些房子看上去外观都大多数比较成就啊 也不大分辨的出这种建筑年代 因为他们这种房子都是喜欢用这种比较偏 灰黄色的这种外墙啊 看上去本身就像是新房子 也一种很很复古的感觉 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 他们这儿的这些电线啊 在空中啊 横七竖吧 就像蜘蛛网一样 其实房子大多数看上去都还是玩 大多数都是完整的 但是最乱的地方就是地面了 地面都是车车辆一过就成土飞扬的啊 非常的坑坑洼洼 哈喽 哈喽 这这小朋友好可爱啊 哈喽 哈喽 How old are you? How old? 7 7 What's your name? 7 Salam 小萨达姆嘛这是 Hi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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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哈哈哈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会英文的小孩啊 就是沟通锦限于What's your name? 挺可爱的 这边的人其实大多数英文都不怎么会的 所以一路上走来都全靠比划 遇到一个小孩算是 我今天遇到英文水平最高的一个人了 正当我感叹 传说中巴格达最危险的地方 并没有想象中草木皆兵的恐怖氛围时 两名穿制服的警察朝我走来 连说代笔话请我上警车 他们到底是何来意 难道看似平静的萨德尔城 真的潜伏着种种危机吗 刚刚说你是说这里很危险吗 他们说是这个意思 他把眼睛睁起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说你可以保护我们的安全是吗 他说是的 警察卖力地用肢体语言 向我传递出一个信号 这里很不安全 这里可能会有绑架 他刚刚比划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里可能会有绑架事件发生 因为我们是外国人 所以比较醒目 然后他们需要保护我们在这个地方 拿的意思在手机里头输入起来 翻译 翻译 有爆炸事件发生吗 警察说这里经常有汽车炸弹 就在一个多月前 那起汽车炸弹事件造成了五人死亡 窗外的生活气息蓬勃炽热 而警察脸上神情民众 他们似乎处于两个世界 却又那么近距离地冲击着外来者的感官 随后身穿迷彩服的警察到来 我上了这辆车 他们用翻译软件说 你不用担心 我们是来确保你的安全的 拍照片 OK 谢谢 我们去哪里 警察 警察 我们去说英语 不说英语 OK 翻译 刚刚的有点像城管 反正我知道 刚刚警察给我再打了两个字 就是保护 他来了我手机打了半天 那个穿白衣服的 就还给我拍照 他就是意思就是说 他们是来保护我们的 刚才上车之后 他就说到我们总部 为您保驾护航 保障您的安全 叫我不要担心 坐到他们车上来 因为刚开始 他们也不会说英文 我也不知道要去哪 还是有点忐忑的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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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 是 英语 可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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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就在他们的办公室 然后我们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 我们到达 我们在那个地方 我们在那个地方 我们有同众的那个 我们把 在一起 在那里 我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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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到了中午了 在这个警察总部里面 坐了一会儿 他们又 刚刚又端水 又端茶 现在 看不过 我不知道他们吃了没有 他们就给我 帮了饭过来了 就是好丰盛的 有米饭呀 有鸡腿呀 还有楠 还有米鸩 那些 还有这些菜 我这是第一次 被警察去吃饭了 居然是在伊拉克 而且吃的还这么丰盛 真的是太不好意思了 就是 越待下去 越感觉到他们真的是 很友好 很热心 也很不好意思 刚刚最开始呢 是又穿白色衣服的 类似于交警 他们在路上发现了我 他觉得还是挺危险 他很紧张 就把我送到了 那个萨德尔城所在的 那个相当于 类似于武装部 一样的地方 然后呢 武装部又通知 我这个住的酒店 所在的区域的警察 来把我接到了 这边的这个派出所 然后派出所里面 就了解了 我在这边的干嘛 然后从哪里来之后 表示了很大的欢迎 然后跟我说 如果在巴格达 遇到了任何困难 任何问题 直接给他们打电话 他们会给我最大的帮助跟支持啊 这就是今天去了一趟萨德尔城 后面的一个事情啊 其实他们觉得就是外国人在那个 萨德尔区出现是很危险的 因为他说那边有很多的穷人 如果我的手机啊 我的相机这些东西被他们看到了 有可能会被他们偷 会被抢 萨德尔城只是伊拉克的一个缩影 无论这片土地 在其他人看来 安全或是不安全 对于普通平民 它就是不能割舍的家园 哪怕前一天发生了爆炸 第二天生活依旧在继续 危险还是安全 这只是旁观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对于当局者 这根本不是个问题 考虑如何生活得更好 才更实际 刚刚从附近的景局回来啊 现在在那个酒店旁边的一个餐厅里面 吃点东西 今天累了一天了 真的是太热了外面 来在中东这么长时间啊 最不习惯的就是每天的吃饭 一到吃饭的时候 我就特别想念中华美食 火锅啊烧烤啊啥都想 吃不到呀 只能喝点从国内带来的菊花白啊 舒缓一下这种心情 配一下这个中东的食物 外面天气现在特别热 每天基本上都是四十多以上啊 到了可能八月份的话 可能要到五十多度 太热了 所以这个菊花白我都是放到酒店冰箱里 冰镇了之后才拉出来的 配着这种天气 真的是特别舒服啊 喝点棉柔不上头的菊花白 喝完了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即使这种东西 抽原มา良紧的